好 在2024的部分 当然两岸议题十分重要 再看到是英国国会首度在官方的文件上头 这是英国会的一个报告 那么在上头是称 台湾是独立国家 国民是中华民国 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在英国外交大臣 科威力访问大陆时 打破了这样一个禁忌 那么外相访中 英国会证明 台湾是独立国家 国民是中华民国 大家要来问一问了 那么现在这是事实上 在英国国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报告当中 就表示呢 台湾拥有国家地位所资格 包含了人口啦 领土啦 政府等等 只是缺乏广泛的一个国际承认 那么大家就要来问问啦 那是不是包含苏格兰 北爱尔兰也是独立国家 只是英格兰不愿意分家呢 那英国敢不敢 跟中华民国建交 如果不敢 那就是废话 还有正确用法是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叫做台湾 好说到两岸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双城好两岸好 而且一连讲了五次台北市场讲完 来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那么他在30号在致辞的时候 特别的就来点出两岸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那现在呢 针对他在上海这样的一个表现 好我们看到文化大学的教授 纽泽勋就认为说了 其实事实上呢 可以借力使力哦 认为说这个确实在这一回 来到收传论坛可以看到 讲完蛮积极的 那侯友宜呢 是不是要直接切入两岸的议题 能够助攻呢 侯友宜如果都没有动作 没有建立实力 不仅失去了 可以建构议题主场良机 同时也抛 这个辜负了 讲完抛球的一个 这样的用心良苦 抛了球你就要来接 所以现在要看侯友宜如何接呢 那么国民党表示 两岸关系向来都是 左右大选的结果 这也是国民党强项 但现在两岸关系不稳定 国人期待有个舒缓的管道 可能透过讲完的上海型 现在能够有一个突破点 另外政大外交系的副教授 黄辉博就说了 台北上海现在双边 都展现了努力成立 各自的中央政府 针锋相对比起来更加深贵 双城论坛可以说是 两岸关系的压仓石之一 确实在这个紧绷的关系之下 可以看到那么讲完市长 到这个大陆论坛的部分 而且还圈了许多的粉 说他非常的帅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 在台湾的部分 国立的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 外交大臣柯维力 那么他在30号 北京跟到副主席 韩正还有外长 王毅来会晤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在英国的议会 帮腔吗 说台湾是个独立国家 而美国拜登政府呢 则是批准引用 外国军事融资的声援我国 那这个条款主要就是适用在 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现在在国际媒体上 美联社报导就说了 拜登政府这样的举动 一定肯定会激怒大陆 美国拜登政府 打算以外国军事融资 军援我国八千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 大约二十五点四亿元的军备 根据美联社报导 外国军事融资 通常是美国保留给主权 独立国家 也是第一次提供给台湾 军援军备将加强 我国自卫能力 包括装甲车 无人机 弹道飞弹等 甚至包括军队训练 美联社更指出 军援恐怕激怒中国大陆 另外根据路透报导 美中可能因为巴士海峡 关系更加紧张 因为美军打算在巴丹岛附近 设一座港口 而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 这座港口刚好就位在 巴士海峡的咽喉点 在解放军进出岛链的战略考量下 至关重要 而除了军事上围堵中国大陆 英国国会也利用时间点 在提台湾议题 英国外相科维利访问北京 是英国五年来访问大陆最高级别官员 希望重启中英关系 但访问前夕 英国国会外委会强调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也让王毅强调台湾是大陆核心利益 尽管科维利表示 英国政府会坚持一中政策 不过大陆外交部表达强烈抗议 英国议会有关报告 公然将台称为独立国家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根据路透报道 英国国会部分成员之一 首相苏纳克的对中政策 而首相本人则是表达 希望在印度G团体与习近平见面 显然英国政府与议员的对中态度 有一段空间 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上海行最后一天 把握了时间跟当地的台商会面 大家对于在最后一天的行程 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 会不会跟台北市长蒋万安两个来会面呢 那么蒋万安表示没有规划 但是我们独家也掌握到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为了蒋宋慧能够胜利的挥舞 陆方事实上沿拟了多套方案 地点也做了变动 不过蒋师傅呢 是神圣的评估 表示不想模糊角地 蒋万安返台前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 是把握时间与当地台商台青碰面 不过此行的最后一天 是否会见到北京来的重要人士 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 到底会不会和蒋万安见面 我们独家掌握到 两个人是有见面的打算 不过由于蒋万安是蒋家 第四代的身份 又正逢台湾总统大选快要来了 所以双方是有诸多考量 不过两人若会见面 选择的地点会是在 上海虹桥营兵馆 据了解为了让两人能见面 陆方提供了多个方便 两人的版本 原本会晤地点是打算 在外滩的和平饭店 但因为距离蒋万安要返台的 上海虹桥机场较远 因此又改成距离机场较近的 上海虹桥营兵馆 最近有没有机会来见到 国台办主任宋涛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规划 两岸关系将话向民进党执政 让两岸敌意 身高双城续办 蒋万安能来 代表的是国民党 在两岸关系不稳定下 至少能搭起对话桥梁 国民党身份有加分吗 可能怎么说呢 可能在现在比较紧张的形势之下 有这样子的交流 还是有这样子对话的窗口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这次讲市场来 其实大家都蛮开心的 台商在我们在两边做贸易的时候 其实前段时间有受到一些些的 贸易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 更多的两岸的交流 蒋万安返台前 还将参访当地的拖英中心 及社区行程很满 将宋慧是否登场 备受瞩目 记者张正明 严佩宇上海采访报导 台北市长蒋万安任内首度 来到上海出席双城论坛 蒋万安致辞 无度喊双城好两岸好 琢磨了不少两岸关系 也引用了李白的诗词 来形容目前两岸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陆方罕见的 没有喊出两岸一家情 2023双城论坛 在上海拉开序幕 台北市长蒋万安任内首次参与 如何抛出两岸论述 双城好两岸好 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 当然不应该是过境迁返皆不是 但是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 青州已过万床山 我们期待此次论坛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添更多的力量 蒋万安已将和行舟谈两岸 陆方强调要和平与繁荣 蒋万安一结束主论坛后 开始上海趴趴走参访当地的市政行程 这一次上海市政府在规划 蒋万安的市政行程呢 可以说是安排的相当用心 像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一个地方 它是上海图书馆东莞 去年才正式对外开放 不光是大陆最大的图书馆 而且还是网红景点 这个地方今年马英九访上海都还没来过 市政行看到健身房 蒋万安还不忘大秀肌肉 不过一连串的行程倒是挺心细 台北市立动物园现存的小猫熊 主动向上海市长开口药 关于小猫熊的事情 因为台北市动物园的同仁告诉我 现在我们的小猫熊 它的血缘期待更新 而上海动物园的小猫熊基因 正是我们所想要的 在民进党执政下 两岸关系冷冰冰 台北上海若能靠小猫熊建立关系 对于两岸熔冰具有指标意义 记者张正明 颜沛于上海采访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平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